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影视行业已超过30年的张家震 有着丰富的资深从业经验 曾与导演吴玉森携手打造了纵横四海 编联等多部耳熟能详的电影 作为评审团主席的他 也在现场提出了一个导演应该具备三点要求 就是一个不怕困难的精神 就是不要碰刀碰钉子就放弃了 就干下去那个演员 作为热播网剧 《鬼吹灯之精觉古城》编剧白衣聪 则在现场坦言 新导演不应一味之求院线 调整心态很重要 而与去年的扶持计划相比 今年企鹅影视对青梦导演扶持计划 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特别增设了院线参赛通道 最终将筛选出三位优胜导演 给予其项目前期开发资金和资源支持 虽然取消了微电影单元 但是却加大了网络电影的扶持力度 单片扶持资金由去年的300万元每部 提升至最高400万元每部 原来过往青梦都是针对网络电影 这次加了院约电影 其实也是带有湿水和肠 因为因为愿意电影的 其实驾驭的难度要远远高人 目前2018企鹅影视青梦导演扶持计划 于三月正式启动 微信公众号企鹅影视青梦计划 开放了报名渠道 欢迎广大导演参与 参赛报名将于5月20日截止 并于6月公布入围名单 最终扶持名单将于8月正式宣布 致力于打造一个扶持导演有市场 扶持项目有质感 扶持活动能参与 扶持成果能共享的导演扶持新生态 在这一切 要参与这一切 要参与预远